看看新闻网 他包括观众有一点不适应的 而且张小龙这位霸道总裁 有人说还真的看起来不那么霸道 3月25号电视剧《妻子的谎言》 举行了开播发布会 她降出了一个女学生 因为替付还债 偶然嫁入了霸道总裁之家 而结局也就是大家所想象的 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块 不过说实话 灰姑娘和水晶鞋的桥段 已经被谚译了无数遍了 剧情老套就免不得会被吐槽 说及此事连主创本人 都有点舌头打结 连对记者犀利的提问 让原本身为大学教授的张小龙 也忍不住开启讲课模式应战 不过这话里的语无伦次的 还是略显心虚啊 假情你看着她 有的地方她默默地 你就想你就会感动的流泪 眼看着小龙老师战斗职减弱 电视剧就要被冠上狗血的称口了 身为女主的假情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不抱点猛料对不起新戏啊 每个女孩都想当灰姑娘 想找到那个专门给你穿水晶鞋的那个人 这是我有男朋友 好吧 看在假情同学自爆猛料的份上 大家也就放过狗血这件事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